有没有一种可能 海警王最神秘最终的小岛拉夫德鲁 就在海底的大漩涡中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又翻了一千画漫画 大家好,我是主要本 海警王这部作品的最大悬念 就是大秘宝王批斯 哥尔蒂罗杰在临行前的豪言壮语 将世界的一切引向伟大航路的尽头 众所周知 海警王的世界是不归牛顿馆的 伟大航路也有很奇葩的地理设定 这里的海流、风向、季节、磁场 都无法用常识去理解 航行必须依赖非常特殊的记录指针 理路上如果按照记录指针 一座岛一座岛的航行下去 最后会到达水仙新岛 39年前 罗杰亚海集团率先到达了 记录指针终点的水仙新岛 却发现这里并不是最后一座岛 但因为记录指针已经混乱 无法指出下一座岛的方向 想要进入隐藏副本 就需要特殊手段 而这个手段 就被800年前的乔伊波伊 藏在了四块红色路标历史真文中 按照漫画中的设定 四块红色路标历史真文 分别记录了一个地点 将这四个地点在地图上连线 得到的中心位置 就是最终小岛拉夫德鲁所在的地方 经常有小伙伴质疑 如果得到了三个点 是不是也可以找出拉夫德鲁 其实三个点只能确定一个平面 要在一个空间中 精准找到某个位置 需要四个点 更何况 路标历史真文虽然都标注了某一个位置 但不代表这个位置是完全不动的 如果其中某个点是个会移动的东西 那么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四个点不仅是必须的 甚至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推算 才能找到拉夫德鲁 并且 这个设定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 拉夫德鲁很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在海面上 海角湾世界观的纵向维度 其实是很宽管的 从数万米云端的空岛 到海底万米的余润岛 整个世界其实可以分成好多部分 彼此之间也是有联系的 四块红色路标历史真文记录的位置 也许从一开始 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海上的某个岛屿 有可能是空岛一个点 海里一个点 新世界一个点 相波地群岛之前又是一个点 小一波一既然为了保护这座小岛 设置了重重考验 那就不会轻易的让后人发现 所以即便找起了四块路标 想要通过连线来确定拉夫德鲁的位置 还需要一名技术高超的航海士 以及足够详细的海图 而这些前提条件 罗杰海集团和草帽海集团都具备 罗杰海集团的三号人物 斯克巴·贾巴 就是杰出的航海士 当时就是它画出了最后小岛的海图 而草帽海集团的纳美 同样是一名极具天赋的航海士 而且出海的梦想 就是绘制出全世界的海图 草帽一伙冒险至今 纳美所积累的那些海图 在最后寻找拉夫德鲁的时候 必定会派上用场 已经可以想象到 当草帽一伙拿到四块路标 纳美用长久以来的学识 推算出拉夫德鲁位置的那个场景了 那么假设现在 已经找到拉夫德鲁的大致方位 就天空 陆地 海洋 这三个空间来说 它更有可能在哪个地方呢 首先如果拉夫德鲁 是在海平面的岛屿 那么几乎不可能 长了八百年都没有被人发现 毕竟海贼王里 双官方认证的飞行能力只有五种 但动不动就能飞上天的人 五百个都不止 海平面的岛屿 在没有什么特殊地理的保护下 极易被人找到 而世界政府 拼命想要掩盖这座小岛的存在 肯定也大费周章的去寻找过 然而长久以来 并没有什么收获 再来看天空 海贼王中的空岛 是一个很有趣的设定 空岛世界 有类似海洋上岛屿的构造 但自成体系 有着差异巨大的文明 科技和种族 空岛对许多世人而言 还是传说一样的存在 很多人甚至不相信 真的有空岛 相比大海上的岛屿 空岛隐秘性会强伤许多 但这也只是对普通人而言 那些人走到最后舞台的强者 基本上都去过空岛 或者知道空岛的存在 空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秘密 空岛世界本身 也有着许多岛屿和城镇 空岛中的强者 也会来到海面上发展 所以天空虽然相对海平面来说 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到 但绝不是无懈可击 所以最后来看海洋 确切说是海平面以下的海底 多摸果实能力者 因为被自然之母大海所应勿 因此能力者在海水中 天然被克制 那些在陆地上 无所不能的超能力 在海洋中会天然受到束缚 而以海贼王世界的科技水平 大部分船只都是帆船 想要在海底航行 只能用镀膜技术 还要冒着船毁人丸的巨大风险 唯一能在海底自由行动的 就是鱼人猪和各种海洋生物 例如海丸类等等 而他们又正好是乔伊波伊的伙伴 参考原来罗杰海贼团船员构成 里面不仅有鱼人猪 还偏偏有个擅长镀膜的老雷 这应该不是巧合 当时罗杰船上 应该有一位擅长镀膜的人 雷利的镀膜技术 也许就是跟他学的 这项技术 与最后在深海 寻找拉夫德鲁有关 最后小岛拉夫德鲁 很可能就是在颠岛上 所在了另外一侧 宏土大陆底下的深海中 但它很可能被某种天线保护着 深海在设定中 原本就是危险重重 但是草猫一伙 在前往渊人岛的路上 就见识到了巨大的海底瀑布 黑暗无关的深海街 各种危险的海洋怪物 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海底火山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们要离开渊人岛时 碰到了巨大漩涡白龙 船只一旦被卷入 基本就寄了 但草猫一伙 当时碰上了一种奇特生物 成功化险为一 那就是 鲸鱼 鲸鱼在海贼王中 是神分独特的存在 过去我们也曾经盘点过 海贼王里的鲸鱼元素 草猫一伙第一次进入伟大航路 就在穿着甲遇到了拉布 两年后第一次进入新世界 又碰到了拉布的亲人们 一大群鲸鱼 毛鼻竹的圣地是一棵鲸鱼之树 而在这棵大树的核心 藏着通往拉夫德鲁的 红色路标历史真文 过去大家经常提到了浪花十字 换个角度 它何尝不是鲸鱼的尾巴呢 海玩类们在深海滴雨时 特地提到了鲸鱼们 似乎这个族群也是同伴 肩负着另外一种使命 种种迹象表明 鲸鱼这个元素 必定与王皮斯的秘密 有某种联系 前面提到 我们猜测拉夫德鲁 可能在深海中 并且被某种天嵌保护着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像白龙一样的 超级大漩涡呢 而破解的关键 就是鲸鱼们 委屈的是 最后一块路标的线索 与那个神秘的烧杀男有关 而他的某种能力 就是制造漩涡将底床突破 而当年路飞刚出海时 就碰上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伟田会不会作为对称 在路飞冒险的终点 再来个终极漩涡呢 到这里 我们终于可以提出一个 相对完整的猜想 最终小岛拉夫德鲁 是一座非常特殊的 被巨大漩涡包裹出的岛屿 在强大海流带动下 一直处于移动状态 需要几位高超的航海士 根据四块路标的线索 推算出他的移动路径 然后需要一些运气 才能找到 由于是深海中的冒险 船只需要高超的渡魔师 给予深海航行的能力 而在到达岛屿附近后 还需要解决最后一个难关 包括在岛屿外围的巨大漩涡 船只强行突破 就会被海流撕碎 战胜海底 这时候就需要鲸鱼群的协助 只有拥有蜻蜓万物之身的人 并一起猜想金鱼们喜欢的音乐 如宾克斯的梅酒 常来与金鱼们沟通 并获得他们的帮助 金鱼群将会用自己庞大的身躯 在巨大漩涡中撑开一条航路 而草猫一火将会唱着歌 带着最灿烂的笑容 通往最后的终点 拉夫德鲁 在这个猜想中 没有用到乔伊波伊 或者古代兵器的力量 也符合当年罗建海贼团 所具备的条件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猜想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 最终小岛拉夫德鲁位置的分析啦 我是猪大本 我们下期见